好香啊 这不得连干三碗饭啊 今天来给这个白菜施肥了 长好大了 这一颗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从旁边移栽了一颗过来 看着有点不妙 这一块地当时种的是葱 但是都没看到发芽呀 这种绿色的全部都是草 种了有半个多月了 不会就长不出来了吧 我们还想着有时候下面条 来地里面扯一把葱呢 这个花菜种子 当时跟它一起撒的 苗都这么高了 白菜浇完了 给韭菜也浇一浇 这个韭菜 越长越细了 今年都不给它吃了 今年直接给它养一样 养肥一点 过年再吃 不然它这个叶子会越来越窄 小猫鸡要噜噜 太阳落山了 现在做晚饭 来摘点萝卜菜 上面还有好多草呢 拿开一点 这个萝卜菜就嫩了 就是为了吃它嫩喵喵嘛 种了这么多 今天炒着吃 还可以打汤吃这个 是的 这个超市卖的还挺贵的 好几块钱一斤 今天吃一个我们这边的下饭菜 干豆角炒肉 再放点白辣椒 哇塞炒出来喷香的 这个豆角已经泡了有三四个小时了 都是那种嫩豆角啊 泡出来这个颜色 跟茶叶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加盐嘛 所以晒得非常的干 泡的时间就需要长一点 再来切一点这种五发肉 这个肥瘦相间的 炒出来特别的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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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香啊 这个五花肉煎出来 把肉和大蒜炒香一下 就可以加白带跟干豆角了 再给它加点水 焖一下 好香啊 这不得连干三碗饭啊 吃饭了 又有红薯饭了 好甜 放了几天好甜 这萝卜菜一大把炒出来就这么一点点 都没有一盘子 都是精华呀 好吃 这个其实在城里面也可以搞 跟豆芽一样的 弄一点沙土 然后加一点萝卜种子洒进去 对 给它盖一盖就行的 嗯 干豆角炒这个五花肉 特别搭 好香 这个菜就是有点肺油 嗯 所以用这个五花肉嘛 它有肥肉可以煎一点那个猪油出来 它一定要很多油炒出来才香 不然的话很干吧 因为白辣椒是干的 豆角也是干的 这个菜真的 你们湖南人从小吃到大 嗯 在外地上班的时候 就想吃这个 嗯 但是吃了以后 就感觉好像记忆里面的味道更好 是的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吃过以后发现 记忆中的更香 这居然还有个过温子 没打到 就是你怀疑的是那个食光 嗯 可能是以前吃这个的时候 年纪也小小的 嗯 那时候特别快乐 你要吃啥 都更好吃 吃这个菜难道还要 就那个是品呢就是 嗯 如果心里面是无油无虑的 这个菜就更好吃 吃啥都香 哈哈 是这样子的啊 嗯 你要是你们不开心 每天山珍海味也不香 小时候吃那个东西香就是因为 心里没装事情嘛 嗯 嗯 有什么事情过去的也快 没什么压力嘛 嗯 小时候喜欢吃的这些干菜啊 喜欢吃辣条啊 现在长大了 买那个辣条很便宜啊 就是没那时候的好吃 嗯 但很少有人吃辣 嗯 小时候跟小伙伴啊 买一把辣条 一人奔一根 哈哈哈 使得满嘴流油 嗯 酱啊 这样子炒这个五发肉 这个肥肉都不腻了 嗯 这个肥肉就是那种 焦香酥脆的 今天就浑腎了 浑素搭配 吃上大餐了 这个要赶紧炒 接下来都多吃一点这个 它长得很快的 天天吃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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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 吃 吃